许萌自打工外孕之后,精神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,他害怕任何人的靠近,哪怕自己的父母都不行。直到任天真的出现,许萌才慢慢开启了正常人的生活。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许萌的病情有了好转之后,许萌的父母出现了,眼看着马上就要开学了,他们希望女儿能够跟着自己回去。 先适应一段时间,将来到了学校,说不定就能彻底恢复正常了。明明临走之前还说得好好的,女儿回去之后,他们肯定不会苛待女儿,甚至还会抽出时间来陪伴,让人家的所有人都能够放心。 许萌毕竟是人家的女儿,被人天真一直霸占在身边也说不过去。再说了,许萌还小,如果不完成学业,将来想闯社会都是一件难事。 虽说有些不舍,但任天真还是乖乖跟许萌告白了,并承诺自己的手机,为她24小时开机。 自打许萌走了之后,任天真一直都很担心她的状况,明明发了无数条信息,可许萌就是没有任何动静,一种不好的预感由然而生。 本想借着夏至吃茶的名义,去许家看看许萌的情况,想不到竟然被人家父母拒绝探望了。 对方的目的很简单,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人去打扰自己的女儿。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就算父母在许萌的房间围满了防盗窗,也没能挡住许萌一颗自杀的心。 她本来精神就有那么一丢丢的问题,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爱的陪伴。 可回到家里之后,父母又把她当成了一只金丝雀。 除了每天把女儿锁在家里之外,别的什么也没做,甚至还让许萌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 这不是在治病,而是在害人。 得知许萌发生意外之后,她的父母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可这一切都晚了,看到躺在病床上毫无意识的女儿,他们除了悔恨之外,别的什么都做不了。 而许萌的意外也让任天真崩溃了,要知道她是任天真的第一个病人,如果当初自己的态度可以强硬一些,让许萌留在自己身边,那样就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了。 任天真早就想过要去蹦极了,可孙头头早就告知过她,那个要蹦极的地点正在维修,很容易发生危险。 然而许萌的意外,让任天真彻底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,明知道前方有危险,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,就像是寻死一般。 如果不是孙头头及时出现,恐怕任天真要把自己憋死在水里了。 许萌自杀,任天真寻死,这两段悲剧都暗示了原生家庭的可怕。 许萌的父母就不用说了,典型的控制狂,他们根本不在意女儿的感受,只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,都是为了女儿好。 同样,任天真的父母也是如此,父亲从未考虑过他的梦想是什么,只因为自己是学医的,就强行让儿子学医。 无论是许萌还是任天真,他们都是被原生家庭控制下的傀儡。 这种人一般心理承受能力是非常差的,也难免会做出各种极端的事情,但愿那些控制欲极强的父母可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,有时候他们认为的爱,不一定就是孩子喜欢的。